新城鄉日前有一名徐姓男子騎乘機車在台九線上狂飆車 立刻招巡邏員警攔查 眼看徐姓男子神情緊張 在機車前置物空間還有可疑的煙河 一查之後發現他就是毒品列管人口 警方要做進一步確認 使這個男子趕快把煙河往上一丟 丟到一盤民宅的屋頂 資源警力到場之後 果不其然在煙河裡頭查獲了毒品 安非他命一包還有吸食器 當場遭警方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地檢署偵辦 巡弱遠景鳴笛攔下騎乘機車的徐姓男子 因為他在新城鄉台九線一路狂飆 經過警方一查發現徐姓男子 是地方上的毒品列管人口 攀查過程中表現神情緊張 在他的機車前置物空間內 還放有可疑的煙河 就在警方要做進一步確認時 徐姓男子趁機把煙河往上一丟 丟上了一旁的民宅屋頂 資源警力到場後 果不其然就在煙河裡查獲 毒品安非他命一包及吸食器 8月19日11時55分尋 行經台九線178K公里處南下車道 看見一名男子騎乘機車 由北往南方向行駛 途中任意穿梭車震 速度甚快 行跡可疑 見適當之地點將起攔查 取香煙河時發現 煙河內藏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一包 及吸食器玻璃球一個 警方立即依法逮捕 徐姓男子不僅是危險騎車 還非法持有毒品 當場遭警方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記者 徐立晴 新陳相報道